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到廖凡先生在慈云寺遇到一位道长 这个道长告诉他 下面经文是这样的 与余曰子四路中人也 明年即进学 何不读书 与告一顾并扣老者姓氏离居 这段话第一次 道长就告诉他 他是你呀 是官场人中的人物啊 明明 你就会考取秀才了 这个进学就是考取秀才 你为什么不念书呢 廖凡先生就把他这个母亲教他了 放弃读书 去学医这些事情啊 告诉道长 同时呢 向道长请教 贵姓 家住在什么地方 约五姓孔云南人也 得少子黄吉祖正传 宿盖传辱 于尹之归告母母约 善待之 士其素 心悉结业 道长说了 他姓孔 他是云南人 他得到宋朝 邵康杰先生的黄吉金正传 他是照这个素来推算呢 我应该把黄吉祖传授给你 那么注意想 想一想 这个孔道长 何以 一见了凡 这个瘦五岁的小孩 就要把自己平身所学 传授给他 这里面 不是几句话了 能说得尽点 前面我跟诸位提到的 好许 诚恳 把居足真诚的恭敬心 故事后 不仅仅是学术上找传人 即使是工医 学个木匠 学个泥水匠 要找传人 都要找到真诚好学 这样的人 所谓是可遇不可求 他有这个天分 有这个能力 有这种秉赋 一旦遇到了 就不肯放弃 一定要再配他 要成就 所以这个后级就有人了 中国古人常说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了 一个有学问 有道德 有能力 自己在一生当中 纵然是建功力 一生辉煌的成就 如果他没有传人 他死了 他的事业也就告终了 这个成就 不是真正的成就 这只能算是一半的成就 绝非圆满 圆满 那一定要厚集有人 如果是真实的成就 伟大的成就 他的传人 成就在他之上 那才算的是 伟大的成就 古人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他要找他的传人 要全心全力 栽培他的传人 决定没有嫉妒障碍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那么廖凡听到这个话 当然非常感激 他还有母亲 他年岁还小 自己还做不了主 所以把道长引导回家 去跟他母亲见面 告诉他母亲 母亲要非常贤惠 告诉他 好好地宽带道长 请他给你算一算 结果数算的都非常准确 欣喜结业 那么由此可知 廖凡 头脑很清楚 绝非迷信 确实 这个素是正确的 这才开始动了 再念书 再敬学的念头 于谁起读书之念 毛之表兄神称 也于海顾先生 在神有富家开款 我送入济学甚便 于谁礼欲为私 那么他 由了念书的这个念头 跟他的表兄神称商量 他的表兄告诉他 他认识一位老先生 玉海顾先生 他说在神有富家里面开关 开关从前是私塾 沈家是个富贵人家 所以能请老师在家里面 教自己的子弟 当然附近邻居 邻里相当 有一些小朋友 资饼很好的 都可以到这个地方来上学 所以他说 我送你到那里去继续 这个继续在从前念诗书 要跟老师生活在一起 老师不但是有研教 而且有深教 这个才是最殊胜的教学 那么在现在呢 这个学校教学已经没有这种方式 那么廖汉先生 这才拜玉海顾先生为老师 在过去 拜老师的礼仪非常隆重 所以古人说 子不教 父之过 教不也 私之多 老师的责任非常之重 这也不是几句话能说得完 我记得我自己 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 我经过私塾 这个印象 给我非常深刻 私塾是在我们一个亲戚 祠堂里面 是在乡下 有一位老先生在那边教授书 学生有十几个人 我上学的那天 是我父亲带我去的 大殿上供了一个牌位 写的是大臣至圣心思神位 就孔老夫子的派位 我们进了这个礼堂 先向孔老夫子神位 行三跪九寇手的 罪敬礼 我父亲在前面 我在跟在后面 行罪敬礼 行完礼之后 再请老师上座 老师坐在孔夫子派位的旁边 向老师也行三跪九寇手的 大礼 在送上供养 就是对老师的礼物 送上礼物 老师才收这个小孩做学生 诸位可想而知 小孩看到父亲对老师这样尊重 三跪九寇手 老师在那端坐接受礼拜 这是表演 表演给谁看的 表演给小孩做学生看的 以后不能不听老师管教 对于老师敬畏之心 悠然而生 父母教儿女 尊死忠道 是这样的教法 老师教学生 孝顺父母 古时候一个人的成就 这两方面把它教成的 是私道 私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父母带着自己小孩 在老师面前这样的恭敬 这是教孝 这个意义很深很深 辽凯先生 他的父亲过世了 我们想象当中 一定是他的表兄 代表他的父亲 陪着他去拜老师 因为在那个时候 他的母亲 说父母 不便在这个场合上 见面 一定是他表兄 陪他去拜老师 那么我们再想象 现在学生 现在学生不听老师 儿女 儿女不听父母 常常有很多座父母 来跟我说 现在儿女不好教 很难教 许多老师来给我讲 学生不听话了 其来有志 不是没有原因的 是我们想想 古时候那种教学的方式 能够延续 几千年 必定有他的道理在 历史上 多少人物 是这种教育 培养成就的 今天科技虽然发达 道德沦落 科学技术的教育 带给我们是负面的 虽然在物质生活上 有一些便利 我们付出的代价 太严重了 真正所谓是德不常识 应当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再仔细观察 东西方的教学 东方自古以来 注重于精神文明 注重于道德修养 除世代人 皆无注重于利他 而不是自利 讲求离让 而没有竞争 那么再看看西方的教育 他们注重于物质文明 疏忽了精神上的修养 所以从小 就养成竞争 好像不竞争 就不能够生存一样 这是很大的一个错误 想法 竞争 再向上提升 就是斗争 斗争在一发展 就变成战争 这就会给这个社会 给这个世间 带来了天灾人祸 如果一直增下去 这个世界上 永无灵日 非常可怕了 所以现在 世界上有事之思 都深深 体会到 这个现象的 可谓 但是 怎样融合 东西方的文化 收到相辅相成 这是 这一个时代 真正具有德行 真正具有聪明智慧 这些善心人士 努力的方向跟目标了 再看下文 孔 未予其数 现考同生 当十四名 复考七十一名 提学考第九名 明年复考 三处 明术 结后 可见的 确实有命运 孔先生跟他算的 一点都不错 现考 是当时 知现 主持的 福考 是知福 主持的 提学考 这个提学 相当于现在的 审 主管教育的 长官 在从前 称为 教育厅长 在古时候 成为 提学 那么这三处考试 都考取了 这才正式 成为 同生 秀才 这叫考秀才 这一年 他说明年复考 明年是十六岁 他十六岁 考取了 秀才 这一年 是公元 一千 五百五十年 复为 破终身 修旧 也 某年 考第几名 某年 当 不灵 某年 当 供 供后 某年 当选 四川 也大眼 再任三年半 即已高规 五十三岁 八月 十四日 抽诗 当 忠于 正亲 习 无辞 于 背路 而 紧记 之 那么 经过一年 三次考试 都 孔先生 所算 完全正确 这才 真正相信 命运 相信人有命运 于是 请 孔先生 给他算 一身的 吉凶 和福 我们一般讲 给他算 流年 孔先生 告诉他 他说 你在某年 参加考试 考到第几名 某年 你可以 补 零 零 还是 秀才 秀才 里头 分很多 等级 零 是 公非 现在讲 公非 在从前 是 零的 米粮 过家 发给你 米粮 就像 我们现在 所讲的 公非 生 一样 但是 公非 生 的 名额 是有一定的 必须 名额 有 缺额 你才能 补上去 所以叫 补灵 补灵 当 供 供 是 秀才 里面 最高的 就 共生 就 出 供了 供之后 某年 你会在四川 这个地方 当一名 现场 这个大营 就是 支信 再任三年半 你就应该辞职 回家了 为什么 五十三岁 八月十四 丑时 你的命就中了 当中于 正亲 你是 这个 受宗 正亲 可惜 你命里头 没有儿子 刘凯 先生 把这些事情 一桩一桩 都记在 本子上 都记录下来 那么从 孔先生 给他算的这个命 我们 我们在这个地方 要细心 去观察 他寿命是 五十三岁 他当县长 只能够当三年半 就要回家 可见的 他 供后 能够 当上县长 已经 接近 五十岁了 你看看 八月十四 恰好是 三年半的时间 五十岁 才出来 真正 为地方 这个办事 这一段 是讲 孔先生 给他算的 自此以后 繁育 考教 其民宿 先后 借不出 孔公 所 宣定 我们从 这一段 来看 人 确确实实 有命 大多数的人 都被命运 所拒 不能够 改造 自己的命 廖凡先生 一副如实 所以他相信 一言一诸 莫非前进 后来 他遇到一段 事情 独算 于是 零米 九十一弹 五斗 当初攻 即 十米 七十一弹 图宗司机 批准不够 与其一致 他在当 零声的时候 孔先生 给他算命 他 零这个 零米 要 零 九十一弹 五斗 他就可以 出功 零声 零声的缺 这个 他可以出缺了 后面的人 是补他的缺了 他就当 共生 去了 共生 比零声 高一级 但是 他 零的零声 米 只零了 七十一弹 图宗司 这个就是 当时的 T恤 就批准 他补共 他就怀疑了 这个 给孔先生 算的不对 孔先生 算的是 一定 这个零米 要吃到 零到 九十一弹 五斗 现在才 零到 七十一弹 怎么突然 就 生为 共生 所以他心里 怀疑 后 国委 树印 扬公 说不 树印 就是 代理 T恤 代理 T恤 不同意 把他 拨回来了 这 这只 丁 云 秋 民 宗司 鉴于 常中 被眷 探月 五策 皆 无品 奏义 七可 十 拨 拨 掌 烟 冠 直如 老雨 窗下 湖 随 一线 声闻 准功 连千 世迷 记之 十 九十一弹 五斗 叙述这段事情 到丁某 丁某 已经是 明朝 暮中 龙庆 元年 他已经是 三十三岁了 诸位想想 他从十六岁 做秀才 做到三十三岁 遇到 尹秋明先生 尹秋明是当时的 这个 体学 他看到 过去 这些秀才 考试的卷子 没有考取的这卷子 他翻来看看 看到了凡的卷子 非常赞叹 五篇的文章 这个 这个测 是 对他的赞美 这五测 等于五篇 奏义 奏义是从前 大臣 对皇帝 建议的 这些文字 写得好 像这样 有学问 有德行的人 怎么能叫他 老于床下 叫他一生 都不能出头 这样 这样才丰富 这个县官 贝文 请求 准许他 这个出贡 那么这一次 得到了批准 他从林森 生为贡神 算算看 连从前吃的这些米 确确确确实实 是九十一弹 无头 一点 都没错 欲因此 异性 进退 有命 吃素 有食 淡然 无求 从这一桩事情 他就深深相信 一个人的秘密 迟早都有时候 想提琴 也不可能 真的是所谓 一生皆是命 半顶 不由人 那么出了贡之后 这做了贡神 修财里面 这成绩最高的了 有资格 进入国家的太区 在古时候 这个国家的太区 只有一所 这个学校在京城 称为国字界 是国立的大学 明朝明太族建都在南京 以后陈族 迁都到北京 于是南京跟北京 都有国字界 也就是都有太区 那么他 供入印度 这个印度就现在北京 他当了贡神之后 就到北京 留近一年 终日静坐 不约文字 每天静坐 每天静坐 一年当中 集四归 我们从这里看 他入印经 应该是34岁 集四归 这一年是35岁 由南柔 南京的国字界 打算说 在南京 这个学校里 去读书 未如见 先放云谷 慧禅思 于旗下山中 对作一时 反三昼夜 不明目 这他自己续说 他在没有静过之间之前 先去拜访 当时一位禅宗大德 云谷禅思 云谷 他的发名叫法慧 所以他正叫慧禅思 他会发慧 他的号 叫云谷 我们不称名 称号 这是对他的尊敬 云谷大师 生于名校中 13年 他是家善 续乡人 那么可以说 这个时候 跟廖凡先生 是同乡 他是 造年出家 出家 我们在传记里面 读到的 出家时 学金灿佛寺 可是 他觉悟的快 他觉得出家了 不应该学这些东西 应当真正为了生死 出三界 所以 他19岁 就参修了 不再搞这些金灿佛寺了 拜访当代的这些高僧大德 向他们求教 于是他遇到法州 产死 这是当时的一个大德 法州 是他的善知识 劝导他 学产 原来 他对于天台 非常向往 这个 老后商 法州老后商 劝导他了 不如学产 产 直击 教是间接的 学教的时间长 学产的时间短 他 这个云谷 确确确实实 有学产的条件 古来祖师大德看人 这也是学问 一看就晓得 你是什么样的更新 你适合学哪一门东西 你可不可能有成就 他都有个底子 所以教导他 他果然成就了 这个里头 说明白了 你也不难懂 关键在哪里 决定要放下明文立养 要甘心情愿 过最辛苦的生活 你才能修道 如果你贪图 物质精神种种享受 你只能够学世俗的东西 你不能学道 道业上 你不能成就 甚至学业上 也不能成就 你要成为真正一个学者 也做不到 凡是学道的 凡是做学问的 都是清贫 清高 清高的人 物质生活一定贫乏 清贫 主腹 所以念于常讲 清贫难想 红贫容易 世间一般人 这功能富贵 红贫 清贫难想 清贫必定是高人 所以一看 这个云国 他能够学期 世间的富贵 这种人 是个清高之人 可以学道 是一个修道的材料 这才劝他 学禅 他在禅中 果然开悟了 而这个 华慧禅是教他 参的念佛是谁 他悟了之后 秦老师给他印证 以后 他老人家 韬光养晦 在寺院里面 专修苦行 也就是说 为寺院大众佛物 做一些粗重的工作 为什么呢 磨练自己的习气 务后 其修啊 这才能真正成就啊 到万年 确实 这个名气 逐渐逐渐 响亮 木道 参学的人 多了 他的作风 跟别人不一样 往往人到他这来参学 他丢一个蒲团 叫他做 叫他进座 告诉他 父母 为生之情 本来命无 叫他去参了 一天到晚 一句话都不说 万年 住在七霞 所以他在七霞山中 去访问云古禅寺 那个时候 七霞山 已经复兴了 这个 云古禅寺的后法 有不少 是当时的 王公大臣 但是这个寺院 恢复之后 云古禅寺 推进 别人去做 方丈 住持当家 他自己 在七霞山 隐秘的地方 建一个 小摩棚 自己在深山里面 隐居 他住的这个地方 叫做 天开岩 大概是个岩洞 天开岩 他在这个里头建修 我们想象 这是 廖凡先生 在七霞山 一定是在 天开岩 跟他见面 你看 他还是这个作风 三天三夜 一句话不说 廖凡先生 居然 也三天三夜 不起心 不动念 这个不容易 所以云古禅寺 终于 开口说话了 云古 问月 凡人 所以 不得 作圣 只为 妄念 相产 而 如坐三日 不棋 不见 其一妄念 何也 云古禅寺 在一生当中 遇到一些学人 像廖凡这样 少有 少见 三天三夜 坐在那里 不打一个妄想 难得 这也称赞他 问他 你这是什么缘故 约 为 孔先生 算定 荣若 死 生死 皆有 定数 既要妄想 亦 无可 妄想 这他把他老实话 说出来了 我的命 被 孔先生 算定 一生当中 荣若 死 生 都有 定数 都注定 我打妄想 有什么用 不是妄想 能够 妄求得来的 所以 所有一切 妄想 统统都 放弃了 心就定下来 我早年 读到这一段文 就我常讲 廖凡先生 是一个 标准凡夫 为什么呢 一生 都顺着命运去走 标准凡夫 我们现在 这凡夫 不够标准 天天 打妄想 命里头没有的 都希望得到 殊不知 命里没有的 怎么求 用什么方法 都得不到 即使用种种 不正当的手段 去求得的 还是命中有的 所以古人说 君子 落得 做君子 小人 冤枉 做小人 不正当手段 你得来的财富 你得来的名利 全都是你命里头有的 命里头没有 怎么求都求不来 那又何苦呢 或者有人说 命里头有财富 但是这个财富 所谓是 有实际因缘 晚年 财富才能得到 年轻的时候 壮年的时候 还要受很多苦难 我能不能把 我晚年的财富 提前来享受呢 你用一些手段 提前带来了 也许可能 但是 你这个福报得来了 你寿命所短了 所以是 你由一百年的 这个财富富贵 你六十年就把它花光了 落惊人亡 你的寿命 简短了 所以 还是逃不出 命运的主宰 这个道理 一定要懂 真正明了这个道理 了解四十真相 一切 一切 非非之想 就是不合理的思想 不合理的见解 不合理的行为 自然你就会停止 这个停止 你不造业了 平平平安安 享受你的福报 如果你不造业 又能够造伤 那你的福报就更殊胜了 你的命运就可以改变了 廖凡 说出他这个 云古 云古笑乐 窝袋如是豪杰 原来只是凡夫 云古禅思跟他 禅堂里面 做了三天三夜 不起个妄想 这不是凡夫能做到的 豪杰 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他能做到 所以称之为英雄豪杰 这么说起来 你还是一个凡夫 你是命被人算定了 是问却姑 这个廖凡先生就问他 你说这个话 是什么意思呢 禅思告诉他 人未能无心 纵为阴阳所富 安得无数 但为凡人有数 极限之人 数故居他不定 极我之人 数移居他不定 这如二十年来 被他算定 不曾转动一毫 其非也凡夫 这个话说得好 人 未能无心 这个心是妄想心 就是齐心动念 只要齐心动念 你就有数 换一句话说 只要齐心动念 你就有命运 你就会被那些高明的人 算得非常准确 那什么人能够超过呢 没有妄念的人 没有妄念的人 是英雄豪杰 他不为命述所居 他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极善的人 天天行善 他得富天天在振扎 那他那个命 人算不出来 还有一个极我的人 极我的人多半是什么 过去身中 就是他命的 他有大富大贵 因为他造窝 把他的这个福 遮损了 所以遮损了 他还有余福 你比如说 秦始皇 他做皇帝 他如果能够 极善修德 不造这些 唯离的卧司 他的佛报 可以传很多代 很可惜 他做皇帝 那个短短几十年中 他把他 过去身中修集的福 统统享尽了 年代就完了 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 诸位可以多想想 扶折了 集我之人 苏 一句他不定 他原本 可以传子孙 传几十代 你想原太祖 朱元璋 他能够传十七代 要是年末后几个也算的时候 那传二十一代 他想国 能够想到 两百九十多年 两百九十四年 将近三百年 他如果在他自己做帝王的时候 要胡作妄为的时候 造作卧业 他就不可能 后代有这么多子孙 通通值得 我们好好去想想 所以 只要齐心动念 决定有命运 如何能够真正超越命运 廖凡先生 并没有真正做到 他做到是改造自己命运 这已经很难得了 给我们一般人带来了莫大的鼓舞 所以我们应当在此地 认真向他学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